暗黑少女星期三被套上了黑麻袋 即使双手被绑 但她丝毫不惧 反而乐在其中 星期三一下子识破了他们的骗术 原来他们是星期三的同学 星期三顿时失去了兴趣 她要寻找的是真正的夜影社团 而不是一群小屁孩 她轻松地解开了绳索 在众人的疑惑中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离开前甩下了这么一句话 回到宿舍的她 翻看着带回来的紫色书籍 讲话拼了起来 话中有两个人 一个是长得像她的女孩 那么重点就是要查清 左边这个朝圣者谁 那么哪里朝圣者的消息最多呢 无疑就是朝圣者公园了 恰好第二天 学院要到朝圣者公园采风 于是星期三就跟来了 路上星期三发现 帅气学长对着白墙发呆 考虑到昨晚学长也在那群人里 于是就把书中的插画给学长看 学长说书中的朝圣者叫克莱斯通 也就是小镇最初的镇长 于是星期三找到公园的管理者 说想要看看克莱斯通镇长的老物件 但是却被告知 展馆正在装修 没办法星期三只能偷偷寻找 恰好发现同学小胖被欺负 这让他想起了 自己那个经常被欺负的弟弟 于是果断上前阻止 为了感谢星期三 小胖带着他 来到了克莱斯通展厅 虽然上了锁 但难不倒星期三 他用小胖的假牙 轻松敲开了门锁 室内摆放着克莱斯通的雕像 以及他生前的用品 此时断手提醒星期三 看墙上的画 这是400年前朝圣者集会时的场景 画中的女孩 她在龙舟比赛幻想中见过 而女孩手中的黑皮书 就放在前面的展柜里 星期三取出打开一看 竟然是空的 就在此时 公园管理员滴留着小胖走了进来 将两人赶了出去 画面一转 星期三来到了小镇咖啡店 因为店员泰勒 是小镇土生土长的人 想问问他知不知道 当时朝圣者集会的原址在哪 泰勒还真知道 给星期三在地图上指了指 在走的时候 恰好遇到了学长 学长对他说 离泰勒原点 有的人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人畜无害 但星期三却说 画面一转 星期三来到了集会地 但是这里早已破败不堪 他想通过触摸物体 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 心灵感应被触发 他仿佛穿越回了 最初的集会现场 在这里无数朝圣者们 手举火把 喊着要惩罚女巫 处死魔鬼 而对象就是这个金犯女孩 但是女孩毫不畏惧 话音刚落 女孩一个起身 划伤了阵长 随后 他就被丢进了一旁的仓库里 这里还有许多被绑的人 应该就是女孩口中的本地人 他们都被锁链绑在了地上 克莱斯通下令点火 准备活活烧死这帮人 女孩在人群中 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哭着抚摸着女孩 让女孩赶紧跑 如果能活下去 就帮他们报仇 最终 女孩从屋内的地道离开了 但还没跑出多远 又被克莱斯通挡住了去路 星期三吓得从幻想中清醒 回到了现实 他明白了一切 原来那个女孩 是他四百年前的祖先 他要回去找父母问清楚 但是刚准备出门时 他发现一个流浪汉 被怪物锁啃食 而那个怪物 就是之前袭击罗文的那只 同样 这次怪物并没有袭击星期三 星期三带着断手一路追了过去 发现怪物的脚印 渐渐变成了人类模样 看来这个怪物 是人变的呀 此时 他再次遇到了自己的帅气学长 将刚才的经历讲了一遍 还要带他看脚印 但是却被突如其来的雨水所覆盖 看不清了 要知道 星期三从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但是当看到克莱斯通的眼神后 他害怕了 既然克莱斯通要针对他的祖先 那么必然会遭到星期三的毁灭性打击 那么高潮就来了 现实中小镇居民 为克莱斯通塑了一尊雕像 此时断手来到一旁 点燃了火柴 点着了前方的导火线 一声爆炸响气 红像被大火包围 接下来就是星期三的表演时光 雕像也在音乐声中逐渐融化 雕像也在音乐声中逐渐